没有人看 我们都在焦急的等待他的结束 然后把你们两位请进来 没有关心结果 好欢迎各位新浪网友 这里是新浪直播间 我是主持人赵宁 徐静雷导演的第六部电影作品 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自今年的春夏之初 跟大家宣布了开启消息之后 在微博上真的是一直为网友所关注 而明天呢 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将会迎来发布会 跟大家呢 算是一次正式的亮相了 今天我们也很有幸 能够将导演徐静雷和剧中的主演 以及主题曲的演唱者 吴亦凡共同请到新浪 我们来欢迎两位嘉宾 希望欢迎一下许导 跟我们的新浪网友打个招呼 新浪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徐静雷 欢迎许导 然后欢迎一下吴亦凡 欢迎你 谢谢谢谢 大家好我是吴亦凡 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先来问问亦凡 刚才在微博上看到很多的网友 都在谈论今天你的这个新发型 说你终于把这个额头给露出来了 我见到他也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说的 对 我就是今天把头发放上去的 对 也不是新发型了 其实今天是有类似的发型 但是因为今天的心情比较好 所以就 你的意思是说他心情好 我们看他的发型就能知道是吗 代表了吗 也许吧 也许吧 今天心情反而是 往上的这种发型 往上的 代表心情也往上走 对 因为今天他我就说 你把终于把你的大胖头露出来了 是 我们看那个剧照里面 他好像也是把这个大胖头露出来了 对对对 这个造型应该跟徐老师有关系的 对 因为我当时在找他之前 我看了他大量的资料 然后我也比较了一下 那我自己来讲 我觉得包括对决策来说 我觉得那种上去一些的会更 就是我觉得会更帅 然后不同的造型会有不同的感觉吧 所以今天先聊了聊这个亦凡的这个发型 那要聊一聊 明天就要跟大家见面的这支新歌了 叫有一个地方 对 所以我刚才要补充一下 就是亦凡其实不只是唱这首歌 还是创作者 对 他也是制作人 也是写歌词的人 对 那导演看来对亦凡非常之有信心 将这样一个工作的 这个很多的环节都交给他来操作 因为我们一起工作了几个月的时间 其实我挺相信他的品类的 他的趣味啊 他觉得什么是好的东西啊 我觉得我还挺相信他的 所以包括这首歌出来 我觉得确实是非常好听的旋律 然后歌词写的也很有意境 然后制作上面我觉得也也很好 那亦凡还可以带到我们的电影 需要过奖了 亦凡对这首自己操刀创作的作品 是怎样的一个感受 包括创作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吗 我觉得第一首歌就像我的儿子一样 对 非常非常珍贵以及宝贵的 对 然后因为这也是 其实是我自己第一次尝试去制作 然后创作这个环节 然后也是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完成这首歌 然后我觉得 反正我自己还是抱有挺高的期望 以及期待的 然后我觉得 他应该也会比较好的体现出电影的一些情绪 然后能够作为一首不错的主题曲 然后也希望大家会喜欢 看到这首主题曲和我们的电影是有这种呼应的意义在其中 有一个地方 我不知道在这个电影的片名当中 许导你是承载了一个什么样的含义给这样一个地方呢 其实首先这首那个电影 这个电影的名字的动意是跟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有关系 就叫Somewhere Only We Know 然后我以前把它做过嘟啦啦的代替音乐 然后现在还有人说 看到那个盗版 就是我没完成的版本的时候 还是那个代替音乐在上面 然后后来我想这个新电影的时候 我就想到这首歌 然后包括故事 我觉得也有很好的一个结合点 所以我就把它翻译成有一个地方 只有我们知道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 其实既是一个很抽象的 也是一个很具体的 它可以是一个具体的地方 其实也可以是我们心里的某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心里的恋人之间 包括甚至朋友家人之间 我们心里只有我们知道的一个 一个共同的地方 或者说给我们感受非常深刻的一个地方 所以在最早还没有这部电影之前 对这首歌 仅仅是这样一个歌名就已经打动你了 我相信一定承载了你自己的感情经历吧 我觉得每个人的感情当中 可能真的都会有那么一个地方 或者说那么一种感受 就是 对 当然因为我当时放那个代替音乐 在嘟啦啦那个许愿树的那个下面 我当时就很喜欢这首歌 所以可能作为一种延续吧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导演拍一个新的片子 可能都有自己的过去的故事 也有自己现在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它很打动我 首先我觉得要打动自己 才能打动别人 那想问一下 其实在我看到这样一个电影的名称的时候 也唤起了我的一个情节 或者是一个记忆点 我不知道亦凡在参与创作过程当中 有想到你曾经是不是也有一个地方 是属于你和他 或者是你和你的小伙伴们的 我觉得肯定会有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 然后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其实那个地方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心中 可能都有一个就是 自己心中的一个一块地方 是可能外人并不一定会知道 那是什么东西 但自己会有一个很深的记忆 或者说是一个一些感触吧 我们能分享一下吗 不可以 能分 没有没有 不是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 对于我来说肯定会有 比如说跟我的好朋友 我们一起可能小的时候也许 比如说一起打球 比如说一起创作 音乐 以及喜欢的东西 一起做的事情 都可以是我心中的那一个地方 都可以是 对 就好像我们平时 怎么两个人相识一下 我看来有秘密在他们中间 没有本来是说我提问题 所以我准备了一堆八卦问题 我说一凡你要小心 那 许导我们在这里 后来他们说我太八卦了 不让我问问题了 许导 那我这里真的需要一个不情之请 我们将七个地方交给 我们请徐静雷来暂时 没有没有 来做一下 真的非常的 我非常的好奇 或者是说我们所有今天这个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也很好奇 因为很想知道导演会跟吴亦凡当他们面对面去交流的时候 你会提什么样的问题 在那么几个月的共同工作当中 我相信您一定有了很多新的角度去认识他 好吗 我们把这个时间赶紧交给许导 一凡来来来 您的那个眼神向您的右边看 这样真的好吗 当然好 我们真的来来来许导 主要不是我要问那些问题 是有很多人托我问很多问题 比如说 初恋呢 初吻呢 初艳 这个问题非常好 来 一凡能回答一下吗 我先喝 没有 你先喝一水可以 不喝了 不喝了 没有 我 我 我 对 我很开心今天 大家好 我是吴亦凡 然后 对于这个来说 我觉得 我觉得它还是一个 只有我们 只有我知道的地方 就是它还是一个 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 我的一个 一份 一个记忆吧 因为都是出什么 都是第一次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 可能对于我来说是 那比如说初恋是什么时候呢 不记得了 一定要这样吗 这样真的好吗 这是导演 我们要尊重导演 同时对吧 不是我 是你的粉丝都说 很想知道 对 真的是 还有包括他们想知道 你是不是裸睡 不是 这个肯定不是 这个不是 这个 所以啊 你回答了一个问题 就是你不是裸睡 对 我们记下来的 我不裸睡 所以你穿的多么睡 就是你会穿睡衣 还是只穿内裤这种 我 我会穿睡衣 你会就上衣也会有对吗 都会整整齐齐的那种睡衣吗 我觉得看情况吧 看情况 什么情况下你 就是 比如说天气热了 咱们可能就 对吧 就不会 就可能就把那个上衣 可能就 就脱了 天气冷的话 可能就 穿多点衣服 睡觉 所以你的初恋是在你的中学吗 没有 初恋 没有 小学啊 没有 太早了吧 没有 不是 对 我幼儿园的时候 幼儿园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一个小朋友 对 我跟他说 我说长大以后 如果我们还在一起的话 我就娶你 那时候 那时候我大概三四五岁吧 然后后来呢 后来就没有然后了 就再也没有联系掉是吗 没有了 他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小女孩 会让你想去跟他说这样的话 他就扎了两个小辫子 然后就 挺可爱的 他说他三四岁 我也不记得 但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了 我是觉得那个东西是一个特别纯洁的一个东西 特别一个 那个在内心深处的一份 我自己想要保留的东西吧 所以其实对谁我都不会说啊 什么纯洁的呢 没有啊 所以之后你再没有跟另外一个女生去说过 同样的话说 如果我们哪一天还在一起 我们就结婚吧 后来有过吗 沉默就是说过 没有 不沉默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如果说我特别喜欢一个女生的话 我会去主动的追求她 对 我不是一个被动的人 就是你不太喜欢 就是别人来追你 你喜欢主动出击的 是这样吗 是看情况了 哎呦 那现在有这样的女生吗 目前没有 最近一次是有什么事 对对对 我是哪头的 你是哪头的姐姐 对 最近的一次 对 我 最近的一次 我不知道 我真的记不起来了 因为我 其实是挺长时间没有 因为工作事情比较忙 你很憧憬对吗 就其实你是 对对对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 其实对 比较 我觉得是比较练家的人 我比较想要有一个 比较完整的家庭 这是我憧憬的一件事情 但是其实 我觉得男孩子应该是事业第一 所以我不会说 很着急去怎么样 但是遇到对的人的话 我会去跟他说 那个对的人怎么界定啊 就是感觉来了就闪婚了吗 还是说你有一些标准 我喜欢像天使一样的女生 可爱 然后又 比较会照顾人啊 性格比较好 比较善良吧 应该说是 都是比较正常的一些标准 我觉得 许老师还怎么样 还有什么你的朋友 有一些什么话题想问的 我们赶紧 你们就饶了我吧 好像还有一个问说 你会 你觉得你将来会找一个你的粉丝当女朋友吗 是吗 这样的 我 这个我觉得有可能吧 我觉得一切 你会回答 对 对 对 因为好像有很多人都跟粉丝还结婚了那种 是不是也很正常 对 我觉得一切是有可能吧 对 主要是看到是不是对的人 是吧 对 对 好 回答得好 下一个环节 聊完了生活当中的吴亦凡 对于感情的憧憬啊 过往未来 那你想问问导演 在咱们的电影当中 你为吴亦凡营造的那段爱情 是什么样子的 是比较突发的一个 一个 一份爱情吧 而且其实我们 当时在设计剧本的时候 也给亦凡设计了 其实挺复杂的一个家庭背景 包括他的身世 包括他 在电影当中生活的一些状况 但现在还不太好 马上透露出来 然后 我觉得是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一个人物的设定吧 然后亦凡接到剧本的时候 也吓一跳 说啊 是这样 对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然后 因为他的外形就是很 很帅 然后很阳光 很健康 然后也是第一次演电影 但是我觉得他的潜力 不止于 就是只演一个 帅啊 阳光啊 健康的那样的一个男孩 所以其实我给他身上 加了很多东西 然后 对他来说 确实是难度非常大 不太像是一个 第一次演电影 能就是背负的那么多 但我是觉得他可以 所以也让他挺辛苦的 包括学大提琴啊 学钢琴啊 要学很多很多东西 其实包括我们当时找了 那个大提琴老师 他练得很辛苦 可是我在现场一定是要当那种 恶人的那种 就是要push他去 学的已经很辛苦了 还要更辛苦 因为我觉得人是这样的 你必须要通过 你有困难 就是人有困难的时候 才是真正进步的时候 如果你做任何事情都很简单 那就没有进步 也不会发掘你身上的潜力 所以我是希望 虽然其实有点虐待他 因为当时那大提琴老师都说 看着我旁边站在那 说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就说那你来试试 我说啊 我怎么试试 对 但是我觉得 我到现在也觉得这样是对的 因为人只有这样 才能让自己的潜力 更多的发挥出来 你才能做到更好 对 所以 反正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本身也是第一次 我自己导的电影没有主演 那把更多的心思 其实都是放在他们身上 对 包括当时会上一些台词课呀 然后那个时候 布拉格的一个大楼里 经常传来吴亦凡同学 朗朗的读书声 全楼的人都能听得见 一会儿是古诗词 一会儿是毛主席诗词 因为我当时觉得 应该让他念一些 比较豪放的那种东西 就是不仅是念一些 像背影这种朱自清的那种散文 也要念一些很豪放的那种 让他整个人放开来 舒展开来 对 其实是现在回想起来 是一段其实挺有意思 包括他们在试戏 然后有一天翻出他们那个 在试戏的那个视频 都觉得很有意思 其实可能亦凡你今天看 也还是觉得是最近的事情 可是再过很多年回头看 我觉得那个都是非常宝贵 宝贵的一个资料 对于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来说 我们来听一听 亦凡你回忆一下 那段时间你的课程安排 你的每天都是怎样度过的 我吗 我就其实也不是很难了 其实还挺轻松的 就是早上起床上课 然后上完课就在 那上些什么课 就每天都有那期大提琴课 钢琴课 台词课 是吗 是 不是每天啊 也不会那么的残酷 不会那么密集 对 但是可能就是准备的时间之内 是比较 比如一个礼拜两三节提琴课 然后可能读剧本的时间会比较多 台词的时间会比较多 读诗歌的时间是经常的 对 然后 主要还是 但我觉得挺好的 我很开心 你当时有觉得哪一门课 对你来说有点吃力或者是 都挺吃力的 都不是 因为 其实 其实那个大提琴试真的很难 他的琴试真的是让我练到有点 崩溃 手抽筋了 抽筋了 因为他一直要动 然后一直要怎么样拉 然后可能就是那个是 需要时间去磨练的 他不是一个能够立刻学会的东西 所以那个其实是花些功夫 那刚才许长说 他特别让你去读一些 有豪放情怀的一些这样的古诗词 你觉得对你来说是真的会 就是整个性格或者是某些方面发生了改变吗 通过这样的训练 会啊 我变了 我变现在的无意感 你能跟我们更形象一点去表达这种改变吗 就是 其实就是我觉得 需要 姐姐给我的一些那个 一些读的东西 其实都是一些比较 我觉得可能 就是比较豪放一些的 比较适合男生去读的一些东西 但是我可能没有说 读过 没有说学过这些东西 有些有些因为我可能在国外一段时间 所以没有学过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大帮助的 对 然后我觉得挺好的 我也愿意去读它 是因为在这部电影作品当中 刚才许长说了 他自己并没有像以往的作品去单纲主演 更多的这个精力 培养了一些年轻的演员们 而且这些年轻演员也基本上都是他的大荧幕的处女作品 所以那个时候 就是这样一群 这个静男靓女们 然后在这样一个浓郁的学习氛围当中 徐岛可是还是会有一些朋友觉得 您似乎很大胆 启用了这些新人 然后给他们密集上课 对 因为我一向有一种盲目的自信 就觉得什么都不是问题 就只要努力 什么都不是问题 这是我不知道 可能是从小我爸爸灌输给我 就是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新人 所以在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有很多人提反对意见 包括全部用新人来主演 都会觉得到底行不行 可是我当时就是觉得 为什么不行啊 当然在过程当中 还是会有就是挺难的时候 尤其是一两个人 在现场演戏的时候 没关系 一堆人全上去的时候 我真的也有点傻 就是也会有一点顾不上 但我觉得他们都很争气 就是很聪明也很努力 就是像亦凡真的 真的是很努力 张超也非常的努力 就是因为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其实尽力了就够了 结果怎么样 有的时候是跟能力天赋 或者是天师地利人和 很多东西都有关系的 那我觉得他们都尽力了 包括我自己 我觉得我也尽力了 那目前看来呢 其实效果还是挺好的 当然了 你永远都可以更好 那就那就下部戏 再更好 那这次刚才你点评了 剧中两位男主角 那另外两位女生呢 你怎么去挑选他们来 其实我这次选的所有的人 我觉得都是 我有一个 唯一的有一个标准 就是我觉得希望他们都是 特别干干净性 就是不是很脂粉气的那种感觉 包括我见到王毅坤 见到热衣扎 其实都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很干净 很清新 因为我们在娱乐圈看到太多的涂质抹粉 其实我个人来说是很不喜欢那种 那种那种东西 而且我觉得电影其实还是应该更 怎么说 更接近生活 更像人类 尤其是我们这种类型的电影 并不是一个 大家都要花那种花之招展 而是真是生活在生活当中的一个人物 对 所以对两个女演员的看法 你应该问一反 一反 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你跟这两位女演员合作的感受呢 很好 特别好 具体的说 太棒了 我觉得 因为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是学习阶段的 所以其实每个人对我来说都是一个 可能是可以教到东西的 可以教一些演戏的方面 可以帮我去带动一个情感 所以我觉得 因为我跟王毅坤的对手戏比较多 所以其实他是在情绪上是给到我很多的帮助的 可以让我去更加容易去投入这个角色 然后热义渣呢 他是其实他就是一个非常他非常活泼 然后其实大家一起也特别开心 我们之前在拍之前 然后也是一起去吃东西啊 然后可能去外面去去玩一玩附近那样逛一逛 我们几个人都一起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很棒 都有自己不一样的魅力 好像有一家管你叫爸爸是不是 有吗 是不是 还是叫什么来着 我记得有一家叫你很奇怪的名字 是不是他管你叫爸爸 有吗 好像有吗 是因为我老了吗 是因为我像爸爸吗 是有这样的称呼吗 好像是 因为我们都叫他吴成熟嘛 对 因为他老说他自己特别成熟 然后我们说好吧 那就叫吴成熟好了 对 那你们在片场叫许导叫什么 是他 我叫许导叫姐姐 叫姐姐 我叫姐姐 对 那我是 应该叫导演 对不起 没有啊 对 那我问一下这个许导 那这部电影当中 您的曾经御用的这个黄力行没有出现 那是因为你没有主演 所以就没有选择他吗 谁说他没出现 他其实还没有告诉大家他有出现 对 所以他也参演了这部作品 对手戏的人坐在这儿 能说一说吗 对啊 说话要小心 特别的棒 然后真的是 你看你这个 然后 说细节啊 演戏都可以教到我很多东西 我可以学习的榜样 比如说呢 就是 就是因为这次又不一样 我们是男演员嘛 所以其实跟女演员可能又不大一样 因为男人跟男人之间的东西 其实是更加去能够有共鸣 我觉得是 所以他当时也是就是给了我很多帮助 那所以你称呼他是叫 我我我称呼他 我我应该怎么样称呼呢 我觉得我应该会叫就哥哥吧 嗯 哦 对 哦 我我如果说 我以为你会叫姐夫 会不会被打 那 姐夫是什么 我就叫哥哥啦 对 你叫哥哥 对 我就这么称呼一般 所以这部作品 其实到现在我们知道 基本上拍摄的部分已经杀青了 对 然后锁定的是在明年的情人节 对 明年的情人节 对这样一个特殊的这个档期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新历一年的情人节 其实和贺岁兰连得非常的紧密 嗯 导演是早就锁定了这个档期 会有什么样的期望啊 嗯 因为我这个电影真的就是有纯粹的爱情片 而且是一个很美好 非常感人的一个爱情片 所以我觉得放在其他任何档期都不合适 所以虽然今年的情人 呃 情人节党跟往年有点不一样 跟春节党会有点接近 那我们当然戏里面有很多家庭啊 生活 只不过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往外 透露出这些这些的信息 然后另外我是这种 我既然决定的是这 就像那年亲密敌人的时候 谁来了我也不走 就是既然决定这 我们就就是站在这 谁来谁来了我们也不怕 对所以就是 而且我觉得目前来看 呃 那些片子我觉得最适合情人节的 就是我们这个电影 因为真的我们是一个纯粹的爱情片 就是很有爱的一个电影 嗯 我之前也看了一些这个访问当中 你提到希望观众走出影院的时候是非常温暖的 是带有感恩的感激的一颗心的 对因为我自己看过类似这样的电影 看完以后你就觉得世界充满了爱 虽然这话说着很肉麻 但是我非常我出了电影院以后 我很感激观众给我这种心情 对不对导演带给我这种心情 包括我还看过一个电影 看完电影情侣都站起来接吻 就是会觉得很珍惜对方 那我觉得我当然首先是我很感谢那个导演 他给我带来这么很美好的感受 另外我希望我如果拍一个爱情的电影 也能给大家带来这样感受 就是你出了电影院之后 不是觉得哇好黑暗呢 而是觉得就是世界很美好 你看旁边所有的人都是善意的 情感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嗯 那说到这次您这个邀请这个吴亦凡来做这个主演 他我们都知道 他在网络上拥有超高的这个人气 您是否也相信这样一个超高的人气 会直接转化成为电影的票房力量 嗯 我首先相信他是一个非常有潜质的 非常优秀的一个演艺方面的人才 因为他有很多的粉丝 但是我相信他会有会有更多的粉丝 而不只是可能以前他在那个韩国的那个团体 他可能有韩流的粉丝 那我相信其实姐姐也会喜欢他 阿姨也会喜欢他 奶奶爷爷奶奶也会喜欢他 我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我是看重他这一点 我觉得他不仅仅于现在这样 他有未来非常大的空间 而且会走得很远 嗯 确实多年来我觉得你就很难碰到 其实我跟亦凡后来都说过 就是如果他当时有问题来不了 尤其我不拍了 我当时我都说过这样的话 对不对 就是因为 因为其实可能平时你看很多很多演员 可是你真正赋予在他身上你自己的角色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我要找到最合适的 所以当时我反正是你的这个不二的人选 是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 我觉得他可以 而且是最好的人选 因为否则的话像我 我已经退休两年了 我为什么 我跟大家说过同样的话 我为什么一定要拍一个电影 我一定要觉得各方面我都满意 我才要拍这个电影 不然的话我生活挺好的 对 我天天晒着太阳 涂着指甲油 看着电影 挺开心的 所以我既然要做 我就希望做到让我自己各方面都最满意 所以我才会做 不然我就继续放假 对 那一凡 是 这算是 我相信您应该也有很多的电影邀约吧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吗 其实那个时候还并不是说很多 所以接到许岛的这份邀请的时候 你当时是自己也非常有意愿向大营运上发展 还是被他的这个 本身的这个导演魅力所吸引 导演魅力是一定是非常大吸引力的 但是主要也是 当然还有原因是因为我也非常喜欢演戏 我想成为一个演员 所以我觉得 许岛对我是知遇之恩的 就是给我这个机会 然后特别的合拍 我也是 真的特别开心 那通过这一次的演出 显出了你大萤幕上的第一次的表现 你自己觉得呢 你会对自己作为一个演员是更有信心了 更了解演戏这样一个工作了 因为我还没看 所以我不知道 所以希望是还不错吧 那现场呢 现场的时候呢 比如说你在表演的时候 导演是给了你很多的鼓励 或者是给了你更多的信心 让你觉得这条路没有选错 会 一定会给我一些反馈 其实反馈很重要 因为对于我来说 我不知道那个荧幕的背后 我是怎么样在表现的 因为我很多时候拿捏不准 其实真的是一开始 我是完全不知道 应该要去怎么样去做 但其实就是导演给予我一些反馈之后 鼓励啊 这个不错 这个要改进之后 我会慢慢的就进入那个状态 然后就会好很多 所以接下来呢 亦凡你的工作的重心 因为看到明天你也有音乐的作品 跟大家见面 那么你是怎么去规划你的未来 你的期望 我非常的喜爱演戏 演戏是我的一个梦想 但是其实做音乐这几年 我也发现音乐其实也是我一个 我非常喜欢在舞台上那种感觉 就那份热情 那份激情是只有那种舞台上才能感觉到的 因为演戏其实你在演绎别人的人生 其实并不是自己的人生 你可以去诠释很多不一样的角色 会会有很丰富 但是音乐其实是自己 所以我觉得我两个都不会都不愿意放弃 我两个都会继续做 但是就是可能是看事情况而定吧 有什么时候可能比较适合电影 有什么时候比较适合做一些音乐 我会自己去调整 那您未来会选择一家经纪公司 来继续帮你去打理你的这个工作吗 现在还不知道 就是你内心会是 比如说是排斥 还是说你还是接纳的 我觉得看吧 会请许导帮你来出出主意吗 这方面 看来是有请教过 我觉得他还刚开始 我觉得好多事情可能要慢慢看 如果有特别好的再说 对吧 那许导帮就你对一帆的了解 你其实你觉得他未来应该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走向 刚刚你也提到 你希望他的这个演绎的道路 会越走越宽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们看 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我觉得他很有前途 然后大有前途 可是我觉得一帆这点其实挺好的 就是他还是比较追随自己 心里想的东西 而不是说 名利对他来说不是最重要的 什么是自己最喜欢的东西 最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也是我很喜欢他这样的性格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人 别人无论再说你将来怎么样 或者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爱做什么 像有时候我们已经经历过很多自己 有时候不喜欢做 但是为了种种什么原因 也许 也许这样会更出名 也许这样会更怎么样 我觉得人会越来越累 因为演艺圈 我们也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所以 其实我很欣赏他这一点 就是他还是说 我想要做什么 我最喜欢做什么 包括他刚才回答说他是唱歌还是做音乐 其实都是 就是 看吧 我可能更喜欢哪件事情 今天喜欢这个 那我们就去做 并不是说 还是自己的爱好是第一重要 我觉得这样的人会比较快乐 别人的期望 其实就像家长有时候对孩子 有时候反而是一种压力 所以 开心就好 对这种随性的个性 是跟许导非常合拍的 感觉你也是一直这样潇洒活着 对我觉得人就是 无论别人怎么说 其实自己的快乐是最重要的 是无可替代的 对 可是作为一个 生活在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当中的 艺人也好 或者是一个工作者也好 是不可避免的会被媒体 或者是被一些普通人去拿来去比较 去评价 那我不知道像亦凡 那比如说现在会有一些媒体 或者是一些人去拿你和陆寒 继续去比较 你会内心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态度呢 我觉得 大家都有自己的魅力跟特点 对 最关键是看大家的选择 你们还有联系吗 我们吗 这个 我就不方便透露 说到明天 这个MV跟大家见面呢 我们在这里也有一个video 可以跟大家来 没有了 不好意思 那可能要现场 可能看到会有一些朋友 给你的一些祝福 那在这里今天我们提前呢 也在微博上 征集了很多喜爱吴亦凡的 粉丝的一些提问 我们来看一下那题 在这呢 嗨 请那个亦凡你可以随便挑几个 来回答一下好吗 跳一个长得最胖最圆的 来看看这个粉丝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自己看吗 那你给我 我来看 没事我自己看 你看也可以 你说吧 那我就看了 对 因为我其实并不清楚他们问什么 你方便先把问题读一下吗 想知道吴亦凡在录音室为了更好的酝酿感情 小桌几杯 是喝白的还是喝皮的还是喝红的 我呀 我喝 我是喝啤酒 喝啤酒 对 所以 徐导是不是你们拍摄的间隙 或者休息的时候 也会大家一起 小桌几杯 有啊 他酒量怎么样 他酒量挺好的 然后他还会喝了酒以后 还知道照顾别人 像有时候我们在那玩啊 然后有一些国外的人就来跟我们搭话什么的 然后就看见两个很高大的身影 就走近我们 他跟大表哥 两个人就来保护我们 就觉得那时候还觉得挺感动的 就虽然喝成 也没喝成 虽然喝了一些 但是心里还有知道要保护一起来的女生们 就是本身就是非常有绅士风度 刚才提到的大表哥是 大表哥是他的大表哥 所以我们都叫他大表哥 这样子 所以这个网友是为了这个问题 后面底下是什么 请问鸡毛姐姐对吴亦凡同学的字体有什么评价 有没有可能练成近雷体 说实话 我第一次看他写出来的字 我的第一反应是 这种字也敢拿出来 当然 当然因为他从小在国外读书 所以他写中文的机会不是很多 所以这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您在你的课程设置里面 没给他加一个中国的书法课吗 对没有 因为这跟演戏确实没什么关系 其实只要多练就可以 也不需要了 现在都打字 那亦凡我们再抽一个好不好 好 还是你们读吧 好 我来 好的 同样是 这个是凡凡讲一下初恋是怎么样的 我不是讲过了吗 对 所以不知道你刚才的回答 这位网友有没有听到 是不是满意 我们再回顾一下 吴亦凡的初恋在幼儿园发生 然后对着一个扎着两个仰脚变的女孩子表白 然后当时那个女孩反应怎样 她同意了吗 我没有跟她表白 就你有跟她说说 如果某一天就是长大 我们还在一起 对对对 她当时同意了吗 她好像同意了 那还是成功的吗 这个又是给鸡毛姐的 说对于刚刚参加工作的女生 有什么好的建议 对于择偶又有什么好看法 又有什么看法呢 异地恋好吗 这个还有这个 我们看到这都有微博网友的这个名字 这是好几个问题 对 刚参加工作 就是想想 就像刚才说的 想想自己最喜欢的是什么 人最幸福的是 就是又赚钱又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还有什么 就是择偶有什么样的态度 择偶就是多试试呗 你不是不多试试怎么知道谁是最适合自己的 然后异地恋的看法 异地恋 异地恋我觉得是互相的 就是你要给对方 让他可以信任你 然后也可以从对方收身上收到可以信任的信号 我觉得异地恋就不成问题 嗯 你今晚就我也想提个问 就之前好多那个媒体访问你哈 后来我们就得了一个讯息 不知道准不准确 就是说徐庆林是个不婚主义者 不是 我是一个婚姻无所谓主义者 就是有没有我觉得都没关系 但是就是说你觉得婚姻就可能就是那一时冲动 比如说因为你没关系嘛 但是也可能因为一时冲动你就踏入了 就去明镜 也有可能 谁知道自己有时候会不会脑子突然就 瓦塌了 不知道 但是我真的不觉得婚姻是决定幸不幸福的标准 我还是会有男朋友 但我不觉得婚姻好像就一定怎么样 但是也不排除排斥 就我并不反对别人结婚 别人结婚如果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觉得幸福不幸福 如果他因为婚姻觉得幸福 我觉得就是好事 那就祝福 对我来说我觉得无所谓 接不接我都很幸福 是 因为有爱存在其实是最重要的 对没错 我想我记错了 对你不是不婚主义者 你是不生孩子的那个主义者 那也不是 也错了不是 你也不是 因为对我现在只是觉得我还不能够对自己负责 更别说对孩子负责 就是我还不能对我自己的言行 有时候我也活八道 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然后既然这样的话 孩子是一个很 我觉得是很重 很重的一个责任吧 如果我自己都在有时候像眉头苍蝇似的东壮壮西壮壮 孩子就行 有的时候你看吴亦凡坐在这里 他也就二十出头的年龄 在我的感觉我二十出头的时候还挺懵懵懂懂 然后每天挺劲劲的 然后玩对吧 天天玩天天玩 根本就没想过未来 可是坐在这吴亦凡总让我感觉他好像很有 就是他感觉他会有很多的事要做 他怎么就那么跟我那个年龄不一样呢 其实他坐在这儿做访问 他有点那个拘谨吧 还是稍微有一点点 生活当中其实 生活中他就是你说的那样 真的啊 蹦蹦蹺蹺的那种 姐姐 你也会就是贪吃吗 对我是非常喜欢吃东西的 我怎么听说在拍的时候 好像导演是对你有饮食要求的 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吃 所以最后就被限了下了一个禁止令 不能吃东西了 对你说小胖堆不要吃了 导演我觉得你要求太高了 真的还能叫小胖堆 那时候那时候是有一点 刚刚进剧组的时候是有一点 因为上荧幕是比本人胖十二斤 这是已经有科学依据的 所以不一定都胖在脸上吧 脸上肯定更明显是吧 就反正上了人上了一幕 就是比生活中胖十到十二斤 这个没办法 现在随便吃 现在可以 现在是随便吃吗 现在是随便吃 我吃的比较多 因为我是属于那种 就是比较吃货型的 我很喜欢吃东西 我很能吃的 你喜欢吃甜的 我什么都能吃 坐在那个查理大桥上 夜里三点吃了一桶 那个鸡翅 对 炸鸡翅 是吧 是不是已经拍摄差不多了 它可以放开了呀 那是拍之前吧 拍之前 最后一次的放纵 对 那是拍之前 我们去做那个叫什么 team building嘛 是吧 然后大家 我那个印象挺深的 坐在查理大桥半夜 然后捧着一桶 坐在那个桥墩子上 对 再吃 这一桶得有多少呀 就是跟国内的差不多 就是一大桶 这么大吧 炸鸡翅 那我们节约时间最后一个 我们来看看哪个网友 好 我们这次把网友名字给说出来 这个叫白菜不爱鱼 这位网友的名字 白菜小哥 您这个新门好 白菜小哥 您的手之原创歌曲 有一个地方的创作灵感有哪些 灵感主要来源于电影 还是 对 因为我当时在布拉格的时候 就已经有想过这个 主题歌的一些构造 然后当时也是觉得 要跟这个电影的氛围 格调搭才行 所以它一定不是一首 比较传统的国内的抒情歌曲 它是应该是 风格是会特别一些 但暂时先不公布 然后还有就是 它的内容上应该也是 要跟电影有一些连接的 有一些共鸣感的 然后整个氛围的烘托 是能够让别人联想到电影 想要看电影 就这样 对 也想问一下许导 那MV将会在稍后 跟大家见面嘛 那MV是所用的是 我们的电影的部分的 片段来重拍的 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它拍唱的部分 就是然后另外一部分 是电影的那个画面 也是我们算是电影画面 第一次正式露出吧 所以大家也比较重视 这件事情 所以还是希望 做得更好一些 再拿出来 大概也最晚我觉得 过不了一个星期吧 那下面这个问题 来自于这些都是我给你的爱 他说老徐啊 你在离开大家事业两年多之后 突然这么大动作 启用新人拍了这样一部 充满荷尔蒙气息的电影 是因为你两年里 经历了什么事 让你感到特幸福吧 我是挺幸福的呀 所以我刚才说了 对吧 对我是 所以刚才说了 其实我真的挺高兴的 每天玩啊 吃吃喝喝呀 谈恋爱呀 然后到处全世界去旅游啊 但是我就觉得 我很想拍一个 很有爱的电影 因为这也是 我希望把我自己 就是在我的 通过我的朋友 我的家人身上 感受到的那些东西 也能传递给观众 所以我休息两年出来 第一个想的就是要拍一个 关于爱的电影 然后后面可能 要再拍的话 就会拍一些 我觉得我以前没拍过的 或者是好玩的那种电影 能再跟我 我就 我一听这个我就晕 什么叫好玩的你觉得 就是我自己没有尝试过的 但我会觉得非常好玩的那种 或是什么学习类的吗 我已经开始在做 做剧本的设计了 我觉得会非常有意思 但是现在不能简单的 用某一个大的题材 类型去 太早了 太早了 能理解 那在布拉格的时候 像亦凡的那边 是不是也挺多粉丝的 有 而且亦凡的粉丝是全世界的 亦凡 我们拍戏 其实有一个镜头里面 就有他粉丝坐在旁边 真的 而且是各种金发碧眼的 漂亮粉丝 真的真的 很多 很多女孩都挺漂亮的 所以 当时说 那个 当然不一定 你一定漂亮 才能当女朋友 但是 你们还刚刚挑来这些吗 没有 当时我们说 那些粉丝都 怎么都挺漂亮 好多外国女孩都长得很漂亮 中国的女孩也都挺漂亮 而且都在楼下等着 然后送 就是很客气给剧组的人送礼物啊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不排除 有可能将来会找一个粉丝做女朋友 对不对 你有跟某些粉丝有特别亲近的交往吗 现在还没有 现在还没有 因为大家都 都是 对于我来说 都是 因为有很多的 跟美朋友们 不可能 有些时候 不一定每个都能照顾得到 所以我是希望能够 给大家都是比较 一样的一些 一些回馈 你有遇到一些比较疯狂的粉丝的行为 让你有点 惊讶 你觉得就是 比如说 其实在Blog拍戏的时候 因为其实 挺远的嘛 毕竟要出国 要到国外去 然后可能一些国内的粉丝 连续会去那边去看我 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是 就是给予我很大的支持 当然我觉得 还是不要太 不要用太多的时间了 还是自己的事情 就是给歌迷朋友说的话 就是他们自己也是需要 过好自己的生活 支持我的作品就好了 对 是 那今天呢 两位来做客 新浪 我们新浪娱乐 也特别有礼物要送给他们 在这里呢 也提前的预祝 徐静雷导演的这部作品 有一个地方 只有我们知道 在明年的情人节党戏 跟大家见面 然后能够票房大卖 好吗 谢谢 我们来送上礼物 我们来请我们的 新浪娱乐的美女姑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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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谢谢 谢谢 也这里 也顺祝明天过生日的 吴亦凡在这里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生日快乐 谢谢 生日快乐 好 然后 在这里再次的感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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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感谢我们 所有在收看我们直播的 网友朋友们 谢谢你们 也同时感谢一名造型 那个我们拿一个刀 我们就是拍张照片吧 这真的是个蛋糕 真的是个蛋糕 是假的呢 对这个就 就是一个意思吧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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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